山野菜大宴席开始了 两样山野菜还喷了红龙肉 涛哥那一筐已经摘完了 这还有我摘这一筐呢 我这筐老实上了 关键我这筐里还有刺五夹叶呢 这个还有点猴腿 看看这是刺五夹叶 这小嫩牙上嘎嘎的呀 这个已经整完了 准备焯水 这马上把这些菜终于要摘完了 这是刺五夹叶还摘了一盆 明明你睡觉了 哎呦我天一直跟我们蛤子待着了 这上面摘完了就看地形 看看摘出这个叶子还有梗摘出多少来 这就是锁号有多大吧 你给这块闻啥呢 你闻出啥来了 整个院子里到处闻 这一小盆四五夹叶啊 放锅里啊 立马变得洗得软啊 一点也不出处了 这个老嫩了 水开就行啊 哇 老子嘞 这个颜色是葱绿葱绿色的啊 特别漂亮 你看看全都是小绿芽啊 老嫩呢 现在啊 这个东西啊 咱们可以直接就吃了 咱俩 还可以做汤 煲酒子 炒菜啊 给它投两货 味道形容不出来 但是药食中原的 你说它能当药 我还能当食品来吃啊 今天呢 咱就炒鸡蛋吃行不行 曾经以后天天山野菜了 今天这搭配绝了啊 黄瓜香炒肉 四五夹炒松汁鸡蛋 不妨外面有山野菜 咱还有喉上肉 炖点粉条 打两个松汁鸡蛋 打两个松汁鸡蛋 这小鸡是吃松汁和凌鸡水长大的 配着咱东西山野菜 咱真是绝了 起锅烧油 鸡蛋煎好了 往边一靠 再少来一点油 咱开始下菜喽 来点食盐 少来点食材香 鸡丁 这个菜就老简单了啊 扒拉扒拉扒拉开就出锅了 把这肉啊 给它炒成 少来点生抽大虾骨 来点食材香 加入黄瓜香 来点食盐 以后来点鸡精 看红烧肉 四层条 出锅 哎呀 山野菜大宴席开始了啊 哈 两样山野菜 还炖红烧肉 东北厚咸 娇年 雀黑喜嫩 就这菜 嘎嘎鸡丁的东北粉条 先来一口啊 因为这菜太香了 哎呦 太烫了 这山野菜啊 它是各有味道啊 这么吃还是 醋加叶子这个味道啊 这能动一些 嗯 嗯 黄瓜香呢 比较清淡一点 但是 不同的东西 不同味道 很贵的 好吃 这个季节 那必须就是吃这个 这就是村前的味道 大胆的味道 这叫做 跟你方水头养一方人 我们这个地方的话 产这个东西 那必须得吃这个东西 是不是 各个地方都有所不同嘛 所以每个地方的人 性格呀 还有其他东西都不同 吃的不一样吗 这菜不是你天天能吃的 它是季节性的菜啊 时间太短 半个月左右啊 哎呦 这个直接蘸酱 我觉得也真的好 这也是东北京典菜啊 喉烧肉分条 这师哥 来一大碗 大米饭 这什么情况 都得吃肉是不是 肉还是香的 这个菜呢 现在是野菜里 名气最大的一个啊 不对 嗯 最贵的野菜 那个刺嫩牙 是最贵 但这个名气大 因为买网都在卖这个东西 好吃 好棒 好棒